各位好,弗尔貝爾灰熊 來看看這樣的一個照片 我們常常說要弱化或強化 我們取決於什麼?取決於你視覺能不能 會一下就聚焦在某個點 這個看起來它不會聚焦在某個點 你會順著這個空間一直往裡面探索 所以它並不需要去找出它一個焦距的問題 就是說我們也不需要太強烈的去創造一些光線或者對比的問題 可是如果我們要尋求的視覺的流動 直到這裡它就停住了,為什麼? 因為背景的明度非常接近 這裡的樹跟後面的山幾乎連在一起 這時候我們就要去創造一些些不同於照片裡面的東西 為什麼這麼複雜? 我們在視覺上的流動 我們在看照片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我們不願意把照片搬到畫布上 因為那就是機器在做的事情 我們要放一點我們的想法放進去的時候 那麼就剛好可以解決這兩個問題 所以我們希望我們能創造這樣的話 這裡的樹跟山 我們就需要用不同的觀念去解決它 好比說這個它因為色彩非常接近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用H跟明度來解決 所以把遠山的明度稍微調亮一點 把它變成一個物狀區 好了,那這個物狀跟條狀呢 這樣就很明顯的可以看到 樹穿過這個物狀區 然後產生一個空間 來,我們來試試看 在還沒動筆之前 我對我們的調色盤我們做一些介紹 剛才我們剛才講到說 我要把遠山的部分 這個就是遠山跟樹林的基本的那個綠色 那我用什麼方式讓它變物狀呢? 就把這邊的一點點物狀最後再挑出來 那我一般的畫畫的方式都是先從有色彩區開始著手 因為你筆一旦沾到了白霧狀呢 你很難再去恢復到色彩區 然後這個地方就是我們要的這個樹林 最中間的那一塊 而我們如果看照片 我可能會把這個圖片放在下方 那你們看角落裡面呢 這個兩個就是高彩度的 跟白色的這個部分呢 就是它光線走的方式 一個是霧狀區 也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照片的右邊 那這裡是色彩區 可是這樣子的話 如果我這個兩個對比非常高 這個後面的樹林跟前面的這個葉狀區 這個樹林區 它會非常強烈對比 那這樣的話呢 它會產生一個過多的H 所以這個地方 我們要把它處理成條狀 也就是說我們這個樹林的 很多很多的這種垂直的樹桿呢 我們需要用紙巾稍微刷過 讓後面的這個條狀 跟在更遠的這個山裡面的這個物狀 還是能產生為空間 而這一塊呢 接近我們視覺呢 跟這後面的這種 中間的這個垂直的條狀的樹林 我們藉由橫向的光線 用紙巾刷過 這樣我們能產生它的空間 好所以基本上我在調色的時候 我的布局各位可以看到 這裡就是我在做 在畫這個條狀的時候 跟快條狀的 岩石的暗面 我所設計的這個色彩 那這個色彩呢 部分畫完了以後呢 就會用這一個跟這一個 來畫刀來做出岩石的快種 大致上是這樣 那其他的部分呢 像這個土黃色的這個 Yellow Ogre 我加了一些這個 Terrace ray 就是在做這個岩石的暗面 用畫刀 準備用畫刀去做快面 盡可能在後面的這個 縮時攝影 把它轉成實時攝影 上次我拍了一次 大概時間過長 大概超過20分鐘 這個Youtube 超過20分鐘 上傳時間就慢了很多 那我盡量把它做在20分鐘 如果最後我會去篩選一段 你們可能會需要的 比如說上次講的是畫刀 這個畫刀小的 那這次我們就會盡量去找 不同的畫刀的方式來處理岩石 尤其是岩石 這個用畫刀去處理岩石 我想是一般 你水彩啊 粉彩或者是 很少用到有這種工具 用刀來畫畫 我們可以享受一下 這種油畫的這種樂趣 來我們來試試看 我們通常在畫色塊跟色塊之間 都會碰到一個困擾 尤其在畫還沒乾的時候 這時候你可以用小畫刀 在色塊跟色塊之間呢 用高彩度的 那厚圖的這個刀腹的部分呢 它有部分會黏著在上面 一樣啊 就是跳著黏 那你可以看到 我剛開始用的是 開點Aero Light 然後慢慢的加了一點點 開點Aero Dip 所有的光線呢 就是都是從外圍到金到裡面 所以Light到Deep呢 就暗示了光線 以及這個樹的眾生空間 也就是說 我們視覺看過去以後 這個樹是向後 慢慢繞圓圈轉彎的 那這樣的空間呢 就可以避開我們剛才所說的 不會太過於銳利的 把這個樹跟後面的森林隔開 它形成一個銳利的Age 我把反光面最強烈的白色呢 留在水面上 意思就是說 它是垂直於光線的來源 這樣的話呢 讓我的白色的面積也佔越小越好 因為你要曉得蠟燭只要一個點 它就是你會看得到它 當你點了好幾根蠟燭 大概你就看不到其中的一根蠟燭 所以目的在這裡 但是呢 在後面呢 這一塊水面呢 就是讓我們形成這個水的空間 它眾生的感覺 如果好吃就一根蠟燭 如果有一個人會提滅 是會不會太過於 那些水的人 了解